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朋友收集节目中 谢贤晚年独居的现状被曝光 曾经在香港娱乐圈叱咤 风云的前辈人物 年老之后竟然也成了独居 在家无人陪伴的空巢老人 节目中 谢贤一个人逛市场买菜 做饭的日常被曝光 他表示自己一个人 其实过得很随便 只要吃得饱 过得去就很满意了 他孩子抱因为年纪大计喜差 一个人做饭的时候经常忘 节观火 家中因此险些失火的次数 高达三次之多 当问及儿子谢霆锋 对于他参加亲子综艺的看法时 谢贤静淡定地表示 我跟他们不熟的 对此 网友也纷纷感叹 谢贤晚年独居生活好心酸 分享 在香港阅读 Baby抱九个月儿子出巡 小海绵头发浓密精妈 Angela Baby 杨颖 昨日被发现在上海购物艺术中心出现 当时她与家人一起失评 而同行还有宝贝在小海绵 小海绵于2017年1月出世 至今九个月当 网友形容 小海绵有个硬帝和小下巴在 而宰包满 相当可爱 好有福气 和父亲黄晓明好似样 可惜拍不到正面 但相片中仍可清晰看到长了浓密的头发 当时家人推着BB车 但Baby却选择抱着儿子 打扮随意的Baby身材娇小 但抱起儿子时绝不吃力 足尽母爱伟大 而小海绵一直贴着妈咪身上撒娇 至于黄晓明 可能站在电梯内负责按着电梯门 网路风传彭于燕出柜 经纪公司灭火 纯属捏造15日晚上微博上 突然传出彭于燕出柜的消息 对象是一名金融界的高层 16日凌晨彭于燕的工作室 在微博上发出声明 指出这一切都是捏造的 将会交由律师处理 微博上疯传彭于燕 与一位身价 高达170亿的金融投资公司的 创办人游软 让彭于燕出柜的话题 瞬间出现在微博热搜 不少粉丝听闻瞬间心碎 不过16日凌晨彭于燕工作室的微博 就出面驳斥纯属捏造 谣言止于智者 已经交给律师在处理 彭于燕昆灵忙着拍戏 周杰伦探班远处 放赏周杰伦与昆灵结婚三年多 感情仍是甜蜜蜜 最近昆灵接拍一部好莱坞电影 在温哥华拍摄 而周董也爱相随 陪着昆灵在当地工作 还在IG上分享探班的照片 周杰伦16日在IG上 分享一张探老婆般的背影照 还写道探班的节奏 真轻松 只见周董盯住拍戏现场的荧幕观看 看来他很关心爱妻在现场的表现 有网友笑称是不是想抢导演的饭碗 更大赞他是宠妻狂魔 郭富城老婆方圆产后首都现身 明显幸福肥香港媒体报道 51岁天王郭富城近日带着妻子方圆 一同现身密宗法会 这也是方圆产后首都公开露面 另外知名女星邱淑珍与张志林 袁永宜夫妻档 当天也出现在同一个法会上 据港媒报道 从网友曝光的当天 法会断片内容来看 方圆比起怀孕前 身形与脸颊都圆润饱满许多 明显幸福肥 整场法会上只见关富城相当专注诚心 双手核实 方圆则 是拿着手机对着老公不停地拍 会后 郭富城与方圆 更被安排与主持法会的 萨迦世金法王单独见面 郭富城从今年4月与方圆结婚 到9月初产下女儿 整个过程都相当低调 对于方圆与女儿更是严密保护 不但昏面闪电进行 方圆赴医院待产 也全靠郭富城与守候多时的香港媒体斗志 一直到抱着孩子回家之后 媒体才终于恍然大悟 方圆产后一直没有公开露面 就连平日经营的网派也 有一段时间未曾更新郭富城老婆方圆产后首都现身 明显幸福肥香港媒体报道 51岁天王郭富城近日带着妻子方圆 一同现身密宗法会 这也是方圆产后首都公开露面 另外知名女星邱淑珍与张志林 原永宜夫妻当 当天也出现在同一个法会上 据港媒报道 从网友曝光的当天 法会断片内容来看 方圆比起怀孕前 身形与脸颊都圆润饱满许多 明显幸福肥 整场法会上只见郭富城相当专注成心 双手核实 方圆则 是拿着手机对着老公不停地拍 会后郭富城与方圆 更被安排与主持法会的撒家士金法王 单独见面 郭富城从今年4月与方圆结婚 到9月初产下女儿 整个过程都相当低调 对于方圆与女儿更是严密保护 不但昏面闪电进行 方圆赴医院待产 也全靠过富城与守候多时的香港媒体斗志 一直到抱着孩子回家之后 媒体才终于恍然大悟 方圆产后一直没有公开露面 就连平日经营的网拍也 有一段时间未曾更新网络疯传 彭于燕出柜 经纪公司灭火 纯属捏造15日晚上微博上 突然传出彭于燕出柜的消息 对象是一名金融界的高层 16日凌晨彭于燕的工作室 在微博上发出声明 指出这一切都是捏造的 将会交由律师处理 微博上疯传彭于燕与一位身价 高达170亿的金融投资公司的 创办人游软 让彭于燕出柜的话题 瞬间出现在微博热搜 不少粉丝听闻瞬间心碎 不过16日凌晨 彭于燕工作室的微博 就出面驳斥 是纯属捏造 谣言止于智者 已经交给律师在处理 彭于燕